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管是开一个小小的杂货铺 但乔福生却特别注意调查市场动态和消费群体 这在二十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 乔福生在外精心组织货源 他的妻子包贵芳在家精打细算 苦手小店 三年之后 在家乡小镇积累了一定的资金的乔福生举家迁往县城 进入县城后 乔福生开始了他创业的新起点 除了开杂货店 他还搞起了服装生意 但服装生意没搞多久 他就开始亏死 两夫妻通过认真协商 决定搞饮食行业 十多年前的饮食业 尽管赚钱不多 但也还做的 经过两年的创业 乔福生夫妻俩的餐馆生意终于坐稳了根 乔福生是个不愿停步的人 在他三十岁那年 他开始经营旅店业 在朋友的提醒下 他还投资贷款买了一辆客车 跑短途客运 司机和售票员都是他请的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 乔福生拥有了将近百万资产 春风得意八二奶 乔福生的妻子包贵芳是个事业型的女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 温柔贤惠的包贵芳在夫妻生活上 显得一天比一天粗糙 乔福生渐渐有些厌倦 但真正要找出妻子的毛病 乔福生又找不出来 一天 他坐自己的客车到城里去办事 无意中把自己心中这种莫名其妙的痛 说给在客车上卖票的凤军听 凤军为乔福生打工已有两年 他知道一表人才的乔福生平时开朗大方 幽默 听了乔福生的一席话 他望着乔福生好一阵沉思 想不到乔老板心灵身处的包袱却这么沉重 凤军是个细心的女子 二十八岁的她与丈夫离异 也有一年多了 乔老板的话勾起她心中的忧伤 但她却不能把自己的心事向乔老板说 每次遇到乔老板坐车外出办事 凤军总是无微不至地关怀她 渐渐的 凤军和乔福生的距离越来越短 有几次车行至沙市街头 望着路边勾肩搭背 轻轻我我的男男女女 乔福生感叹道 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那你把包大姐领出来逛一逛吧 凤军打趣地说 她已经落伍了 乔福生望着凤军 眼中闪着一样的光 就在这天下午 乔福生让司机自己卖票 他领着凤军跑了沙市的几个景点 乔福生为凤军买了大包小包的礼品 并一直把她送回家去 一连多日 乔福生瞒着妻子 带着凤军在省城闲逛 在那个夏日的黄昏 两人终于滚成一团 那一夜 他们恩爱地死去活来 他们相互吐露了心声 他们海誓山盟 从此开始了他们危险的婚外情之礼 家外有家声闹剧 尽管乔福生和凤军有了这种不正当的关系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事业 第二年 乔福生决定停办短途客运 搞长途客运 这个想法得到了妻子包贵方的赞成 不久 乔福生就投入两辆客车 专跑县城到武汉的客运 同时 乔福生让凤军下了岗 因为跑长途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下岗后的凤军 经济来源主要靠乔福生供给 乔福生比从前更忙了 他把长途客运的是李顺之后 又到宜昌投资办厂去了 而家乡县城这边的乔家旅社早已不复存在 乔福生拥有了自己的宾馆了 在百忙之中 他仍然惦记着小情人 时常抽空去看望凤军 一次 乔福生竟然发现一个面熟的交书将 在与凤军亲热地交谈着什么 乔福生气不打一处来 当天就找了几个弟兄 把那个小白脸修理了一顿 对于乔福生的暴行 凤军要讨个说法 因为那天挨打的并不是所谓的野汉 而是凤军的表弟 他是专为凤军的女儿上学的问题 来和表姐商量的 作为一个闲剧的独身女人 凤军身边确实有不少想若非非 占小便宜的男人 但凤军却一个也看不上眼 他为乔福生而守身如玉 而乔福生的行为是凤军大势所望 他向乔福生提出分手 乔福生为此暗中痛苦了很久 凤军在他心中依然还是那样可爱迷人 当他们再次相逢时 乔福生决定为凤军买一栋房子 失业的兴旺 使乔福生无暇顾及他心爱的凤军 凤军呢 总是独守空房 寂寞地消磨时光 凤军有些后悔 自己不该与乔福生在一起鬼混 既托着乔福生 也刺通着自己 凤军毕竟是女人 他不再为乔福生浪费青春 不久 他和高中的同学 现在仍然未成家的吴春雨恋上了 乔福生并不知道 居住在小镇的凤军走了野路 但小镇上那熟悉乔福生的人都知道 破灭的幻妻梦 俗话说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乔福生与凤军的风流故事 终于东窗事发 包贵方与乔福生吵闹了多日后 包贵方还想与凤军大闹几个回合 以解心头之恨 还未等包贵方做出行动 乔福生已铁了心准备换妻 不久 包贵方就接到了法院的传票 得到儿媳闹离婚的消息 乔福生的老爸拍而起 他迅速找到媳妇 要为媳妇做代理人 与自己那位花心儿子 对捕公堂 开庭的日子到了 原告乔福生带着他的律师 被告包贵方的代理人 却是丈夫的老爸 自己的公爹 这一组有趣的镜头出现在法庭上 让审理趴安的法官们惊讶 在乔福生陈述了离婚的理由之后 乔父乔万明代表儿媳 坚决不同意离婚 乔福生的唤妻梦 在老爸的干预下破灭了 乔福生那条即将覆灭的婚姻之船 又重新起航 哎呦 作为媳妇 有一个开明的公爹 真是太幸福了 作者周代寅 谢谢收看 再见